Hello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Video Talk,我是佑佳 这几天鸡排妹主持韦牙却遇到性骚扰的事件是越演越烈 现在甚至扯出了金曲歌王翁立友也涉嫌当天在台上对他性骚扰 到底整件事情会怎么发展 如果真的鸡排妹提告了,可以提告哪些罪名 那韦牙老板跟翁立友又可能面临什么样的法律责任 我们今天邀请到律师周一杰上线为我们解析 欢迎周律师 佑佳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恩典法律事务所周一杰律师 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 是的,我们先来还原一下鸡排妹脸书的内容 其实他是在1月30号在脸书上面po出了这个文章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他是说他主持一场科技公司的尾压 就没想到这个老板喝了几杯酒之后呢 讲话开始不礼貌 包括在台上对他说 虽然我结婚了,但是我可以为了你离婚哦 还有加码数字随便你喊因为你是未来的老板娘 甚至跟他说,我们还没有约会 你就喊这个数字也太贵了吧 那除了这个之外 他甚至还说这个老板在台上还问他说 你是这个大家选出来 十月名单里面最高票啊 你有没有一些特别表现 那鸡排妹问说什么是特别表现哦 就没想到台下开始拱说 亲一下,亲一下 那鸡排妹被逼到没有办法 他只好在台上呢 他就请老板闭眼 然后举起左手 他就亲了老板的左手一下 这个老板最后才顺利 就是才因此这样下台 那他其实今天还加码爆料 当天其实在台上抽号码球的时候 原本说说好他的双手接球 就没想到最后却变成老板的双手 去摸鸡排妹的双手 就是种种迹象都让他感到非常不舒服 我们就想请周律师来解析一下 老板的哪些言行 可能已经踩到性骚扰的红线了呢 好,首先呢 我们要先知道什么叫做性骚扰 那其实当然那个 法条的那个文字非常的尖色啦 那简单来讲 其实就是任何不受欢迎 且具有这个性或者是性别相关的 延迟举动 如果让人感觉到不舒服 被冒犯被侮辱 都有可能会构成性骚扰 但是大家可能会觉得说 那这种什么叫做不舒服被冒犯 这种感觉它其实是非常主观的 好,那当然在食物的认定上面 大家还是会很着重这个所谓被害人的主观的感受 没有错,但是他其实也会考虑一些客观的因素 法律上面有个名词叫做合理被害人 好,那什么叫合理被害人呢 其实就是去看一般人如果在同样的时空环境 同样的立场下,那他是不是也会一样觉得被冒犯 一样觉得不舒服 那他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感受跟反应 那所以我们回到鸡排妹的这个案件里面 那我们就可以试着去想 如果今天是我自己遇到这样子的状况 我今天可能单身是一个年轻的女性 我在工作的场合遇到一个合作对象 而这个合作对象因为是 就是接案的关系 可能是这个老板我会是第一次见面 过去我们从来没有任何的私交 而他就直接跟我说 他可以为了我离婚 那我们就去想如果是我 我可能会觉得不舒服 那这样子的话 他基本上他就有可能会构成性骚扰了 对,那然后一样 他后面第二个他又接着说 这个加码数字随便你喊 因为你是未来的老板娘 那你就会去想 今天什么叫做老板娘 就是呢,其实如果从前面来看 他的程度其实有稍微加大了 前面是我可以为你离婚 可能只是我想要追求你的感觉 他等于我今天可能只是在公开场合 突然被告白 但是接下来呢,他直接说 你是未来的老板娘 其实已经好像把你当作是他的另外一拜 他的太太一样看淡 那如果说是我 我这样突然被一个不是太熟悉的人说是他的老婆 一定会觉得不舒服 一定会觉得被冒汗 对,甚至是说因为 他这个其实有跟前面这个所谓的这个加码的这个奖金 他有跟钱其实是连接在一起的 所以你看下面的这一句叫做 我们还没约会就喊这个数字太贵了吧 他其实会让人家觉得什么 如果你是老婆就可以喊得很高 你就很贵 可是如果你看我们现在还没有约会 那你就不值这个价钱的那种感觉 好,那像这个他其实就是 现在老房治法里面 他有提到的一点 就是什么呢 就是怎么样的状况之下 容易被人家认为是性骚扰 就是如果说你今天 他让是以对方你是顺从或者是拒绝这个行为 而作为可能会获得 或者是上司某些工作机会啊 或者是某些权益的这个交换条件的话 他就很容易被认为是性骚扰 所以呢像我们刚刚看这个部分 你就会是说 哎,你今天是老板娘 你就可以喊价 然后你今天不跟我约会 你讲这个东西我就嫌米 好像很贵 觉得你是比较便宜 他其实反而甚至还带有一点贬义的 这个性质在里面 那这个东西他就很容易就踩到了 性骚扰的红线 对,那当然另外一个是说 哎,后面甚至可能又有 比较更进一步的所谓这个 要有什么特别的表现 也就是呢在那样子的场合 他被要求说哎,我要去亲这个老板一下 那虽然好像最后是亲手臂 但其实也是一样 因为他主要他看的是当下的那个状况 他是不是说哎,我其实是不愿意的 而只是因为我的工作 我的职业道德 我不能让现场的场子冷掉了 所以我一定得去做一个 我不愿意的这个所谓肢体上面 而且是认为被一般 新闻会被认为是一个比较亲密的接触 比较带有这个所谓 我们刚刚讲这个性的相关的一些 这个意味在里面 那这个部分基本上他都会有 所谓性骚扰的问题 那最后一个他所谓的这个好像摸手 那看新闻上面的状况 他是在这个好像是抽奖的时候 会去摸到双手嘛 那这个有的时候判断上面呢 就会去看说 哎,我今天这个肢体接触 是不是必要的 我有的时候可能真的做某一些活动 有时候像可能大家玩游戏或什么 哎,我不得不会接触到别人的身体 那不能够说 哎,我只要有触碰到身体 就一定会是性骚扰 但是如果说这个动作 其实是不必要的 像那个鸡排妹好像有讲到嘛 因为他可能抽奖 不是只有老板一个人 他也有其他主管会上来抽奖 那如果说 哎,别人都没有这个状况 而只有这个老板 好像他会一直借故 想要去吃个豆腐 摸他 对,摸他去吃个豆腐 那这样子一样 他都会有性骚扰的问题 所以这样看下来 其实这个老板是有性骚扰的疑虑的 对,他确实有 那因为其实鸡排妹有说 当天除此之外呢 老板在台上还有跟他要他的联络方式 但是被他碰了软钉子 就这个老板下台之后 是被主桌的宾客就是善笑 就没想到这个老板 就骂了很大声的一声脏话 那他听得到心里不舒服啊 虽然这不是针对鸡排妹骂的 但是如果他想要告公然侮辱的话 这个告的什么 因为如果说只有针对那一声脏话的话 可能比较难判断 这个其实还是要看当下 可能老板他说话的前后文 或者是说当下的环境 有没有办法让人外人看起来都知道 这个老板是在骂鸡排妹 如果他没有 他可能只是因为自己觉得丢脸 而生气 骂了一句这个脏话的话 他不见得有办法说 我今天鸡排妹去表示说 这个就是一定是在侮辱我 那尤其是呢 其实大家有时候也会看过 这个网路上面有流传一些什么 那个骂人价目标嘛 那里面其实有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所谓的骂 可能我骂一个脏话要不要罚钱啊 会不会判多少钱 对那有一些法官其实也是会看考量 我们就说 我今天讲这个脏话的情境 前后文 如果说他今天认为这个可能只是一个口头禅 或者是一个语注词 他有时候也不见得会认为说 他今天他就是用这个脏话在骂人 对所以其实还是要看一下当场的状况 所以公然侮辱的部分是不一定的 对不一定 那其实整件事情 网友现在是讨论的非常的热烈 甚至这把火还烧向了金曲哥王欧立友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鸡排妹他有爆料说 他有加码说 当天其实在场 有唯一的一名男艺人在台上 就是找老板一步也吃了他的豆腐 那他另外在别人的脸书上 是有po出当天尾牙的歌单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歌单里面 大概有哪些歌曲哦 有什么我问天 大家一看就知道了 就是网友非常厉害 一看就从这些蛛丝马迹发现呢 其实这都是翁立友的歌 所以等于说是翁立友就是证据就直指他啦 那昨天他的经纪公司第一时间是发了声明否认 就没想到呢 今天鸡排妹是出面证实说 对没错就是翁立友 当天在台上就是也对他性骚 他也还原了这个性骚的经过 我们来看一下鸡排妹指控的哪些内容 他其实是说当天翁立友就是借故两个人穿的衣服 色调是一样的 叫他留在台上 那要他一起合唱广岛之恋 就没想到翁立友却把这个歌词 不够时间好好来恨你 然后最后还跟鸡排妹说 尾牙可以请到你真的太棒了 以后我要为了你开一间公司 那这些都让鸡排妹非常的不舒服 所以问一下律师 翁立友的这些行为是不是也构成性骚扰了 如果说我们是针对这个一件事一件事分开来看的话 就像我们刚刚提的 就是说我们当下那个是一个尾牙的环境 那我们就去想如果我今天是一个表演者在合唱的时候 那等于是合作的这个歌手 他有这个所谓改歌词的这个情况 那他改歌词从这个所谓恨你到想你 到底会不会让人觉得不舒服 那如果是就针对改歌词的这个部分 以及当场大家在唱歌比较欢乐的状况 那我是认为说把所谓恨你这种可能比较负面的情 这种语句改成所谓的想你 看起来比较没有到说很明显的会让人觉得很不舒服 那当然如果说他有加上前面 他是不是可能本来没有这个桥段 而有一点被迫去唱了这首歌 那也许他会有这个比较加成的效果 会让人觉得好像你今天是不是想要利用唱歌这件事情 来跟我有一些什么接触或者是一些比较像我们刚刚讲 就是想要吃豆腐的这个状况 那可能才会有这方面的情形 那另外一个是所谓的触碰臀部 那如果说今天真的不是不小心碰到 而是比较刻意的去触碰 那一般触碰臀部基本上他要构成性骚扰的机会就非常的高 尤其在性骚扰防治法里面他有分成可能比较一般就是 我可能只是口头上面或者是像我们刚刚讲 我可能只是接触到这个所谓的手部啊肩膀啊或其他位置 但是如果呢他今天呢他是这个 我为了要这个性骚扰而趁人不备的状况之下 去亲吻别人拥抱别人跟触碰到臀部胸部跟身体比较私密 隐私处的话 这个状况在法律上面的认语他是属于比较严重的性骚扰 一般的性骚扰一般我们可能做的是所谓行政上面的申诉 也就是呢最后主管机关他是会去罚钱 一般呢这个性骚扰他大概罚金罚还他就是一万元以上 十万元以下的这个范围 但是如果呢像我们刚刚讲是比较严重的性骚扰 像这种有接触到臀部胸部啊跟这个隐私处的这个部分的话 他的程度是会有刑事责任的 是会有两年以下有其徒刑的 所以真的不要随便去碰别人一些比较敏感的地方 对好那最后一个是说 我今天所谓的尾牙可以请到你真是太棒了 以后我要为了你开公司 那我觉得这一句其实也比较有比较模糊啦 因为毕竟我今天可能他是肯定这个机盘妹 他确实在带动气氛啊 或者是这个主持环节都非常的流畅啊 对就是让可以可能是对他能力上面的肯定 好那不见得是说今天一定是因为他的这个性别 或者是因为他的外形 好然后去对他有一些这个比较性别上面的歧视 对所以最后面这个部分 我觉得可能他就不见得有办法构成 所以这样看下来哦 比较可能only有比较可能成立的部分是因为碰触他的臀部 对就是如果说他有故意去触碰臀部的这个行为 他确实是比较对有性骚扰的问题 而且我就讲这个是比较严重的 对那因为现在目前最新的进展 是这个only有的经纪公司 他就是不满鸡排妹 他认为鸡排妹说法不实啊 他们是扬言要喊告了 所以only有最可能告的应该是妨碍名誉 对不对这个部分有没有可能会成立呢 好就是如果说今天only有他认为鸡排妹他讲的这个部分 那个尤其是可能触碰臀部的部分完全是只需乌有 是他自己变到出来 他可能跟他就离得很远了 我根本没有靠近他 那去提做这个所谓妨碍名誉 毁谤罪的告诉这个是可以的 但是当然到时候可能审查中的这些重点 审理上面的重点只会在于说 到底鸡排妹 他这个是不是他亲身经历的事情 因为你要去说他真的不是他他讲的是完全不对的 除非说当下可能有这个摄影机 就是都有拍嘛 他们两个真的从头到尾都站超远的 那你要去说你要碰我 对那这个可能就会有妨碍名誉的问题 但是如果说他们确实站得很近 那这个可能到时候就会有一个模糊的空间 也许只是鸡排妹有可能他也没办法不见得有办法去证明 说真的有碰到 但是呢 那个法院要去认为说鸡排妹 他真的是故意去讲一个不实的东西 要去侵害别人的名誉 搞不好他也没有办法 就做这么武断的认定 对 所以其实蛮多人他如果说 他今天不想说提告了 反而最后如果不起诉 会被大家说 你这个是不是反而被法院认证了 那就这个部分也许他们会做一些 也比较审慎的思考要不要做提告的动作 所以你觉得翁立有提告之后 他比较难被法官认定 鸡排妹说的不实对不对 我觉得可能要看他们手上有没有 就像我说 因为有的时候他这种工作场合 也许会有监视器啊还是什么的 对 那如果只是单纯要去争执说 我有碰还是没碰 是不小心碰还是故意碰 我觉得这个就会比较困难 对 那如果今天是鸡排妹要告性骚扰 他需要哪些证据 除了当天在场的证人之外 他是不是如果有一些影片啊 什么也是需要拿出来的 对啊 就是一样 就是说 因为当下如果说他觉得自己 这个有遭到这个性骚扰的 这个侵害的话 可能第一时间一定是先去看 现场有没有监视画面 如果有的话 一定要做搜索的动作 那另外的话就是 因为他们现场其实是有很多人吧 有没有人看到 有没有人能够作证 那如果说这个部分没有办法去取证的话 那其实呢 他当下是如何处理这件事情 也是通常这个法院他们在审理 或主管警官在审理的时候会去考量 他讲的是不是真的一个重点 比如说他当下 也许他可能为了这个现场的气氛 为了他的工作 他没有马上的提出一些意义 或没有马上把气氛弄得很僵 但是他后来如果说可能有透过之前 比如说经纪公司去跟对方做一些理论 或者是当下他后面可能有找人 去做一些述苦的动作 他某程度他都可以去让他未来 他的指控会让人觉得他是很合理的 就是我们刚刚也说到的所谓合理被害人 合理被害人除了说他当下反应 是不是正确就是是不是合理以外 也会看他事后的处理方式是不是合理 了解那他除了告刑事之外 他是不是也可以提民事诉讼求偿 对就是一般如果说 我觉得被性骚扰我们刚刚有提 通常是两种的这个救济的方式 一个就是所谓的民事的赔偿 那报告可能精神上面的赔偿 或者是财产上面的赔偿 那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行政上面的 申诉的动作 就是去跟主管机关或者是去跟这个 所谓加害人的公司去做一些性骚扰的 这个申诉 那他的法律效果呢就是会被拔钱 一万到十万 那如果有到比较严重情节的状况 那还可以去做这个提告 刑事上面的提告 那就会有所谓是不是有图刑的问题 那我们有网友在问了就是提告有没有一个期限 就是多久之内要提出来 如果说是行政上面的申诉的话 那就是在事发之后一年内要提出 那如果说是这个民事的赔偿的话是两年 那如果说是 我刚刚讲说是可以提这个刑事上面的话 因为呢他是所谓的告诉乃论 所以他必须要在六个月之内就要提刑事的告诉 所以等于是性骚扰在六个月内 但是民事的部分是有两年 民事是两年 然后行政 就是他有三个 一个是所谓行政上面 我去那个主管机关去报警 他会送到所谓的县市政府 现在县市政府或者是一些规模比较大的公司 他们都要设这种所谓性骚扰防治委员会 所以你遭受到性骚扰的时候 你可以去做这个申诉的动作 那申诉他们就会去审理调查 那我刚刚讲他的法律效果是罚钱 如果认定有成立性骚扰会罚钱 那做这个申诉是一年 那如果你要做所谓刑事的提告 刑事提告我们说要比较严重的 你要有这个亲吻啊 拥抱 接触到胸部 臀部跟身体的隐私处 这个是可以做刑事上面的提告 就是有检察官啊 法官会审理的 那这个部分因为他是告诉乃论 所以是六个月 事情发生后六个月要提告 那会有 如果成立了会有两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那最后一个是所谓民事上面的赔偿 就是我可能 因为我遭受到性骚扰 也许我后面就精神就是很痛苦 失眠啊 或者是什么 没有办法工作啊 之类的 你觉得必须要对我的这些 那个财产上面 或者精神上面做赔偿的话 那民事的求偿是两年 两年内 你必须要去提告 了解 那其实鸡排妹有说 就是昨天晚上 这起事件就是一直延烧啊 那这个尾牙公司的老板 有透过这个公关公司 去找上他的经纪人跟他表示歉意 他是表示说 他是为了炒热气氛才这样做的 就是希望他可以 让整件事情平安 就是这样子落幕啦 那想问一下律师 如果鸡排妹提告了之后 他又跟对方和解 这个性骚扰的部分 是不是可以撤告 好 如果说是行政 我们刚刚讲一般最常做的 就是所谓的申诉的动作 那申诉的时候 其实法律上他没有特别说 我申诉了 可不可以撤回啦 那只是说 因为其实这种性骚扰的案件 他其实要保护的 就是这个被害人的 这个所谓的感受 他的意愿嘛 那如果说他今天 他都已经达成和解 他今天他不愿意再继续告了 不愿意继续申诉了 基本上主管机关 大部分应该就是 不会再做处罚的动作啦 那另外一个 我们刚刚讲说 他如果有涉及到这个刑事责任 因为他是告诉乃论 所以那个是一定可以撤的 或者是民事赔偿 那个也是 我只要在法院还没有派遣以前 我把案件撤回 这个都是可以的 了解 那因为其实鸡排妹还有说 他除了被这个尾牙的老板啊 还有这个翁立友性骚扰之外呢 他还说他之前也曾经被一名 形象很好的主持人性骚扰 是怎么样呢 他说是录完影之后 这个老板就是好像要礼貌性的跟他拥抱 就没想到去整个身体挤压他的胸部 让他觉得非常不舒服 但他当下是想说 到底是不小心的吗 还是怎么样 但是他后来觉得对方应该是故意的 所以律师我们是不是很常 女性在第一时间遇到性骚扰的时候 会怀疑说 对方到底是不是故意的 所以当下不急做出反应 那如果事后想要提告 或者是申诉的话 该怎么办 好 那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其实有大概讲到 就是到底我一个遭受到性骚扰的被害人 我当下可能就像我们说 我可能虽然不舒服 但是碍于某一些状况 也许是现场的气氛 或者是我有一点怀疑 这个他到底是不是故意的 而没有马上做出一些反对的表示的时候 我后面呢 我真的要提告的时候 那在审理的时候就会去看 我这个从性骚扰 我说我哪一天被性骚扰 但我真的去提告 这个中间我到底做了什么 比如说像我们刚刚说的 我当下也许没有马上去反驳 可是我事后可能有去寻找 有没有圣语机 然后去做一些纯证 或者是我事后是不是有去找这个人 做一些理论 那有一些人他可能会在把理论的过程当中 做一些录音的搜证 去问说你是这一天怎么会这个样子啊 我真的觉得很不舒服或者是什么 那另外的话可能现在可能大家比较常遇到的就是 我可能是职场上面或认识的人 可能认识的人比较有机会会对你性骚扰吧 那可能你当下虽然没有马上给对方难看 可能我后面我有找朋友找同事去抱怨 或者是我也有 如果是同事之间的职场性骚扰 我没有去找过主管去做相关的反应 对 好这些其实都有可能成为后面的一些证据 甚至是有一些人如果说 我今天可能确实是一个比较难堪的遭受到性骚扰 有一些是说我职场性骚扰也许是在很多认识的同事之间被人家开黄枪或者是什么 他可能后续甚至有去看所谓的心理医生 这些他也都是其中证据 也都是可以作为证据的一部分 所以事后的搜证也可以当成证据 包括事后的对话呀 或者是去看医生这些证明都可以的 那其实鸡排妹他在爆发这个性骚扰之后 很多人质疑他是草新闻啦 因为毕竟他平常他的形象就是比较性感啊清凉的 但是其实性感清凉不代表你可以不尊重他的性自主权 对不对 所以想问一下律师 因为很多网友或是甚至是其他网红在公审他 就是一直质疑说 哎你是不是假的啊 面对这些质疑或者是公审 他是不是也可以寄出哪些法律手段来保护自己 嗯 好我觉得其实这个就我们就要回到说 我今天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些所谓性骚扰防治法啊 或者是性别平等工作法之类的相关的这些保护 他其实很重要的一点 不管说是性骚扰或者是比较严重的一些性侵害的一些状况 他都是在保护我们个人的意愿 不管是我对于我自己的身体的意愿 或者是我一些就是意识上面精神上面的一些意愿 所以今天我这个女生我很漂亮 我愿意穿得很火辣 我觉得我想我愿意把我的美貌表现出来 有自信啊 对我有自信 那你你当然你就可以欣赏他 但是你欣赏就是只是只是纯粹有看的 因为人家愿意把他的美貌表现出来让你看 可是如果他没有愿意让你去在言语上面去做一些挑逗 甚至是有一些肢体上面的触碰 那这些当然是绝对是不行的 也就是说今天只要你让人家觉得不舒服 今天让人家觉得他违反了他的意愿 他都有可能会有违法的问题 所以这也是大家其实都需要去建立一个正确的观念 我觉得你不能够因为对方做了什么而去合理化自己的行为 因为其实法律在判断的时候他不会管说 今天这个被害人长得漂亮还是长得不好看吧 他就是看你的行为是不是不OK的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大家开始去做一些所谓 像刚刚那个又嘉讲的 我开始去公审 那你也得小心你的留言 你的留言只是很单纯针对这个所 因为今天毕竟这一定是一个新闻事件 所以当然网友他有所谓合理评论的一个权利在 不会说我今天只要留言 我不相信你讲的话 就一定说是毁谤或者是什么 可是如果说你的言论已经有超出一些比较合理的范围 甚至带有恶意 或者是你的留言下面也已经有带有一些所谓性别歧视 好像觉得是你自己爱漏啊 是你那个就胡该啊或者是什么 这一类的他已经有跟他的一些身材 或者是他过往可能这个所谓穿着上面 或甚至是大家对于所谓写真女星可能比较刻板 这种性别上面比较刻板印象的一些贬义的话 那其实这些留言他还是会有所谓反案名誉啊 甚至是也是一样有性骚扰的问题 了解 所以大家其实留言也要小心啦 那最后请律师来帮我们总结一下 如果真的遇到像这种性骚扰事件的时候该怎么办 该怎么搜正自保 律师会不会鼓励大家其实是要勇敢站出来提告的 嗯的确实哦所以其实我们都会就是去呼吁 其实当你遇到性骚扰的事情的时候 其实有的时候第一当下 其实你就是可以勇敢的发声 勇敢的表现你的不愿意 这个是最重要的 但是如果说对因为这个确实很难 大家总是会有一些顾虑嘛 我的这个场合我的工作我的什么 那如果说你有这方面的顾虑 你没有当下去 没有当下去做一些动作的时候 可能呢你后续你就要赶快想办法去搜正 就我们刚刚说的这个现场啊 因为现在老实说这个监视器真的到处都有 好赶快去做一些这个影片的留存 或者是赶快去找人求助 赶快找朋友找医生找主管 去做一个合理的被害人 对 OK今天谢谢律师的解说 希望大家如果真的遇到性骚扰事件的时候 都要勇敢站出来哦 那另外呢 那鸡排妹跟翁立友的事件官司到底会怎么发展 也让大家持续关注 今天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节目就到这边 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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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